犯贱的女人 润涛严 一 大姨妈家住在城关 她有三个儿子 各个健壮如牛 尤其是三表哥 榜大腰圆赛过张飞 五大三出不让李逵 每天歪着个脖子打架斗殴 滴滴倒倒的一个痞子 而且她还学了一套五把子 由于城关是全县三十万人最大的集市 城关这里出了不少 专门欺负乡下老百姓的地痞流氓 三表哥体力过人 又有一套打人的武功 他把整个城关镇的地痞流氓们都能镇住 那天下可是一步步打出来的 按三表哥的话说就是 牛逼不是吹的 火车不是推的 野兔不是追的 他姓李 人们称他为镇关李 别说城关镇就是全县三十万人 提起镇关李没几个不知道的 因为我知道大姨父是被共产党判过死刑后 改为无期 做了十九年大狱放出来的会道门头子 心里一直纳闷 凭什么三表哥能在党妈妈的眼皮底下 当水狐英雄 为此我还向他求教过 他说 我镇关李从来不打好人 这帮地痞流氓出身好 当官的想管他们可哪管得了 我慢慢地明白了 这镇关李的存在 对于党阿妈来说 还有利用的价值 记得在文革如火如荼之际 那是一个深秋的一个中午 我遵照姐姐的圣旨 不行无礼地去大姨妈家 找我三表哥求她帮我们卖白菜 家里等着卖白菜买棉衣过冬 她家住在城关的边上 家西南角有一口水井 那年头县城还没有自来水 吃水还要靠到井里去提 用便单单回家 我还未到她家 就看到一大堆人吵吵嚷嚷嚷 走近一看就明白了 是一位妇女要去投井自杀 后来才知道 这女人是位中学教师 还是书香门第 她思想极左 写了入党申请书后 便下嫁给了一位工人 并非因为她爱上了这位工人 而是为了表现自己思想先进 响应知识分子 要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伟大号召 结婚后 这位极左知识分子就成了个虐待狂 把那青春献给了工人的冤屈 全出在了南方家庭成员身上 老实芭蕉的公婆就成了她的出气筒 不久便成了全镇有名的泼夫 入党的事也就泡了汤 详情现在想不起来了 反正是她丈夫在人无可忍的情况下 打了她一巴掌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她要死给他看 革命不怕死 怕死不革命 是那年头革命者的座右铭 那年头除了死了的阿Q之外 没有不革命的 但见她婆婆跪在路中央喊着 替儿子赔不是 邻居们看着老婆婆的苦衷 纷纷劝架求着有文化的媳妇别寻短见 可拉架的越多 她跳井的毅力越坚强 她那微胖的身躯 一下子变成了弹簧 人们越往后拉 她往前走的劲儿越大 一位秃顶男人挤到前面 脸上愤怒地冒着火花 嘴里边给那媳妇打气 可不能轻易饶了他们 竟敢动手打你这个上过师范的知识妇女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知识妇女这个词 此事惊动了家住路南边的一位长者 他在老百姓中威望极高 性格柔和 形象十分开明 听到喊叫声 便散步并坐两步来到了现场 徒顶男人先开口告诉婆夫 何事老来了 你可千万顶住 他的话没分量 这你是知道的 这位长者力劝他别跳井 并说事情闹大了 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 还是恢复理性为上策 他唠叨半天 那意思无外是说 伟大领袖引用司马迁的话 教导过我们 人固有意识 但死的意有不同 或重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但绝没有比泰山轻 比红毛重的中间类型 为人民的利益而死 就比泰山还重 替蛤蟆跳井 就比红毛还轻 长者的努力 自然付诸东流 他看似不妙 便去找党支部书记 老书记听说要出人命 就风风呼呼地跑来了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村里人都知道 谁敢让书记下不来台 这面子一定得给 中国有几千年历史 就有几千年的面子哲学 只见突顶男人 只指点了托付一句 他现在是个挂名的书记 工作队长说要打他山杆的 我曾见他偷吃过两张大饼 事情运动他溜过去了 这次他逃不掉了 老书记对知识妇女说 没想到事情闹到这份上 你这么年轻可不能寻短见 想起自己的命运 比他可能还要惨 说话是眼里冒出了泪花 那等于是说 工作队是来搞运动的 哪里会来劝价 我来了你就顺坡下驴吧 你可跳井吓唬吓唬丈夫 可我能跳井吓唬吓唬 工作队队长吗 书记说话的表情 被突顶男人看得清清楚楚 猜到了老书记的心里 他立刻把知识妇女 拉到一旁 直接了当地说 书记的眼泪 表明我刚才猜得没错 他为何不敢给你来硬的 就因为他这人都快没用了 人都没用了 他的话还有什么价值 婆夫边又挣扎着 试图冲开人群 人群又一次杂乱无章起来 脚踩脚 头碰头 二 路北边就是我大姨妈家 嘈杂的声音 惊动了三表哥 他搭拉着眼皮来到了现场 明白了事态缘由后 他二话没说就回去了 一转眼他扛着一根脊脏肠 打枣用的竹竿来到了大街上 那竹竿的底部有茶杯那么粗 仰起来在空中晃晃悠悠 我在迷惘中以为三表哥喝醉了 便上前问道 都什么季节了 早都没了你扛着打枣竿子干什么去 三表哥没理我 只是怒目盯着那欲跳井的知识妇女 破妇你给我过来 那声音如同一声惊雷 把所有来路的男女老幼都炸开了 你这个地痞流氓 你这个历史反革命黑仔子 你敢动我一个指头 无产阶级的铁拳就把你打个粉碎 知识妇女怒吼着 把悲痛化为了力量 没有了阻拦 知识妇女静止朝井的方向走得过去 全场鸦雀无声 痞子跟着破妇一前一后往井边走去 但见破妇的步伐越来越慢了 痞子走到了他前面就不时地回头看他 那眼神送去的是东坡 明显是给他一颗去跳井的冷深深兴奋剂 那眼神至少比比赛场上的 拉拉队喊加油效果高 他也不示弱 立刻跟了上去 这年头谁怕谁啊 我当时的心情比三大战役后的蒋介石还低落 三表哥毕竟是我的亲人 我真应了那句 小村人没见过大事 相比之下他们两人的意识高的简直可以咒国歌了 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他俩是扛着棋杆去井边升国旗呢 眼看大祸临头 马路上男女老少那被惊呆而凝固了的神经 一下子又苏醒过来了 便又向前走去 长言道 观旗不语真君子 见死不救是小人 三表哥回头一看 立刻跑了回来 他扛着竹杆用底端在地面上画了一道线 谁要敢越过这道线 我就把谁的腿决断 然后迅速地跑回到了井边 果真没人越线 我当时认为老百姓没有人惹他这痞子 或许是因为大家恨透了这个虐待公婆的泼妇也说不准 三表哥把竹杆大头朝下徐徐放入井里 然后又提了上来 便一字一顿地告诉那离井只有一米多远的泼妇 你看到了 竹杆的头湿了 我还担心这竹杆够不到井水 现在没问题了 跳吧 声声斩钉截铁 自制铿锵有力 好像朝鲜战场上彭德辉怀再给梁星出下命令 破夫 破夫浑然不知所措 在场的人们也都入无礼物中 我心里开骂了 你让他跳井 然后用竹杆救他 英雄救美女就这么个救法 你算哪家的英雄 不一会儿 破夫说话了 烟是我用不着你救 滚开 痞子听后大惑不解 救 你他妈真的想出来 听说你会游泳 我是怕你跳井后烟不死 才扛竹杆来的 好吧 你按在水里 保证你死定了 废话少说 快跳 破夫看了看痞子 又回头看了 没人敢跑过去救他 因为所有的人都盼望他死去 我当时想 这下他连面子都没了 只有跳下去这一条路了 破夫如同停住了呼吸般震惊 可听到痞子喊 我喊到 三你还不跳 我就把你塞进井里的命令后 便撒压子猛跑 他一边跑一边喊救命 痞子立刻扔下竹杆追他 几个剑步就把他抓住了 这时的他以为自己死定了 就像一只死狗一样 瘫痪在地一动不动 那场景简直可以放哀悦了 我明白了 他离不怕死的革命者 比实现每天都吃上水饺的共产主义还遥远 虽然说共产主义要什么有什么 那年头俺什么都不要 只要每天能吃上一顿水饺 痞子弯腰拉起他时 他立刻多多数数的喊求饶 我再也不闹了 我写检讨书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虐待公婆了 徒顶男人先是一惊 然后调整了自己的情绪 便喊了起来 别放过他 他纯粹是个婊子 对这条落水母狗 我们要痛打 这是大姨父怒吼 你个兔崽子 今天我宰了你 也不知是谁给那 从来不过问闲时的 我大姨父报了信 三表格见了我大姨父 就像浩子见了猫似的 估计不仅仅是因为 他是个孝子 大姨父的眼神 我从来都不敢对视 即使他说可亲的话语时 那声音也阴深深的 好像是鬼叫 一场生死大战就这么结束了 我的心又回到胸腔里去了 徒顶男人听到我大姨父的话 便走向摊在地上 失魂落魄的自知妇女 趾高气昂地告诉他 玲玲你别怕 他爸为何当众骂他 因为揪斗老反革命的新运动 他预感到了 听我的没错 别看我文化低 俗话说 春江水冷压先知 对徒顶男人 先后不依 颠身导师的话 单纯的我 当时根本理解不了 以为他是个疯子 这时我对他的言行 探讨了很多年 得出的结论是 他是一位政客 他每句话都隐藏着 三篇论文 后来我问三表哥 如果那女人真跳下去 怎么办是 他说 你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 我从他那鄙夷的目光中 我猜测到他的意思 砍下脑袋 不就挽大个疤 二十年后又是条汉子 不甘时怎么对得起 正观理三志 事后很多年我才明白 我那猜测也是错的 此事留给了我多年后 还在思考的问题 两位长者劝告失败 而痞之施虐 成功 确确实实地表明 文明败给了野蛮 这泼夫不是犯贱吗 人为什么要犯贱 对付犯贱的人 难道只有对他施虐 难以置信的竟然是 爱了那一次羞辱后 直到我出国整整二十年 他都老老实实的 再也没放过箭 三表哥那天还以为自己没事了 他哪里知道那位秃顶男人 听到城府极深的老子 当众训斥而之后 立刻到工作队队长那里汇报去了 老鹰抓狡兔 严卢点豆腐 这叫一物降一物 三表哥这次给我大姨父 这奸诈狡猾的反动汇报门头子 闯下了大祸 欲知匹之与政客如何交锋 且听下回分解